现在都已经快三月中旬了 昨天晚上又下了一场大雪 到现在还要除雪 今年冬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过去 雪 宝宝雪 我们车车上面全是雪 上车了吧 那 摸摸 冷冷 宝宝有点怕 他没怎么见到我好像 一直在家里待着 好了 除雪 一转眼我们已经开到了市中心了 我们又给宝宝装回了那个 Foodsack 类似于睡袋一样东西 因为今天太冷了 今天我们要去动物园 今天实在太无聊了 就天天在家里干带娃 酒妈都要带风了 因为你这个天冷的话又下雨 你根本外面那个小的游乐场是Bplus 你都不能带他去 宝宝在家把所有的玩具都玩了 已经咽掉了 对 就很难带 所以没办法 我们今天天又不是很好 就算了 带他来动物园看看 不知道 因为他现在才16个月大 不知道他喜不喜欢看小动物 好了 我们已经来到动物园的后面了 今天没什么人 都不用排队 酒妈就去把票给换了 经过一串签字和等待 终于拿到了我们的卡 就办了两张年卡 一个是狮子 一个是火的鸟 然后这里有宝宝的卡是每次要来自动 用塑料机上打一下的 但不用钱就是 好了 我们准备进去了 哇 又下雪又下雪了 今天太冷了 爸爸拿好 看雪了 好大的雪 柏林动物园好像是 德国唯一一个有熊猫的动物园 我们今天不知道能不能看到熊猫 有只熊猫就叫宝宝 好了 我们进来了 首先右边进入一眼 连的是三只大象 酒吧和酒吧应该也几百年没进动物园 那些有点远 这GoPro广角啥都拍不了 这儿有一只 那后面还有一只 跟石头一样隐身了 哇 这雪太大了 我们要先去室内走走 这左边应该是山羊 哇 好上面啊 他们还给他搭了个盆 我们忽然发现有个围栏是红色的 这个典型的中国风 果然这就是熊猫宝宝住的地方 不知道熊猫在室内还是在室外 今年柏林冬天虽然不是很冷 但真的是很长 还给他专门搭了一个那个吧 瓶子嘛 这是熊猫花园 终于到室内了 哦 这里还种了很多竹子 我们看到一只熊猫了 在那儿 它还在睡觉 移动不动 好了 我们现在看到了两只熊猫 刚刚他们讲叫什么名字 现在应该叫宝宝 又叫焦西 又叫焦什么 全都自德国人来说名字超级的意思 爸爸第一次看来熊猫 爸爸熊猫呢 熊猫呢 熊猫呢 我们看完熊猫又实在太冷了 熊猫等于是试完了 来了一个这个哈勒 它是一个讲动物园历史的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鹿 然后里面是长颈鹿 我们等会儿进去看 现在在这里先休息 嗯 嗯 它不是残忌那个 宝宝这是什么 鹿 鹿 我们现在来到了猴子馆 这里有一只非常活跃的 像金丝猴一样 应该是金丝猴吧 哇 跑得好快啊 非常可爱 好小 过来过来吧 宝宝跟他招手 哈哈 宝宝你跟他说 来来来来来 我们现在到了那个 耶格 应该就是就猛兽的 猛兽的馆 这里有一只花棒 宝宝一眼都不怕 因为他还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这叫出生牛犊不怕 豹 哎 走了 抱抱觉得太无聊了 好了我们非常潦草的 逛了一下动物园 就准备回去了 反正办了年卡 也不急 有的是机会来 主要宝宝要睡觉了 他也没什么兴趣看 我们出去了 这就是动物园 那其实是他的正门 但是在修 他正门也是亚洲风格 左边还有他的商店 哦 出去的时候要穿过一个商店 这里面应该有买很多熊帽的 人宝宝大了 估计穿过商店是个难点 我们要用速度冲过去 估计他每次来都要买东西 这小熊猫10块钱一个 蛮可爱的 嗯 好 我们慢慢走回 错到这个车站这里 九妈买了杯奶茶 她冷死了 她今天觉得外面超级冷 她说比冬天还冷 现在我们准备去吃饭了 我这还在睡觉 她有睡袋 她肯定不冷 我们今天午饭又来吃一心了 我们前面点了寿司和那个三文鱼饭 然后还在等 爸爸先吃起来他的馄饨 这是早上球妈给他烧好带出来的 爸爸来这块宝文杯 肚子饿了是不是 爸爸最近肚子一直很饿 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吃饭还可以 嗯 哎哟真棒 好吃吗 嗯 辣植 给你看看 火烫烫啊 好了我们的菜上来了 酒吧还是点了这个寿司拼盘 这个涨价了 以前10块9 现在涨到12块9了 酒吧是喷枪三文鱼饭 这个也涨价了 这个现在是11块对吧 以前多少钱 9块2 但虽然如此 在柏林 现在这个还是属于相当便宜的价格 好了 酒妈喂完小酒妹 吃饭了